而这一波Omicron疫情海啸来袭 儿童以及长者是首当其冲 热水乡亲联丝为了照顾好乡内的长者 就特别将佛旦节的物资以及5000斤的白米 分别赠送给部落文件站以及社区关怀据点 希望在疫情期间让长者吃了健康永健 对抗病毒令长者们都感到窩心 不论是社区关怀据点还是部落文件站 堆满清联寺捐赠的生活物资以及好几包的白米 老人长者高喊口号感谢清联寺管委会 以及主委陈廖安的善举 在疫情期间彼此鼓励也至上最高的谢意 这次谢谢清联寺这样子的一个贡献 在我们的文件站在马绿文件站 也谢谢我们这一次我们的陈廖安主席 能够来到我们此地 也谢谢他这样子帮助我们很多付出我们很多 我相信不是只有一次 我相信永远永远都会付出 贡献在我们各瑞税乡的文件站 我真的是谢谢清联寺能够愿意赞助我们在物资上 因为毕竟我们也是看开始有文件站 我们有很多物资上的缺乏 因为钱还没有做一次下来的时候我们会怕 为瑞税乡信仰中心的瑞税清联寺 关怀地方照顾弱势不遗余力 更不分宗教族群 只要是有需要的地方就能看见清联寺的关怀 陪同发送物资的乡代表们除了感谢祝福 疫情期间也不忘彼此叮咛做好自我防疫 好 请今天这个火灶要带好 随时要消毒好吗 好 祝大家平安快乐 我们青年室跟那个我们的主委 他们的关怀的心 有没有记在心里 有 总估价有两个人 差不多在一万五左右 所以说希望能够给大家 就是吃的方面吃的好 吃的饭 外面的小孩子才不会担心各位长辈 希望各位长辈搞重自己的身体 从16号开始到今天 瑞税乡清联寺管委会成员 在主委成廖案的率领下 带着大批的生活物资 以及五千斤的白米 足以发送给全乡各个部落文件站 以及社区老人据点 发挥佛祖大爱 照顾社会长者 也让在外打拼的子弟 家人也能安心放心 清联寺的用心与大爱 感动了每一位长者的心 清联寺在一年四季里面 都针对我们弱势团体 或者是比较弱势的个人 提供非常多的物资 过去这样子 将来我们更会持续的走这条路 希望大家 我们的长者能够平安健康 能够在文件站 能够快快乐乐的生活 快快乐乐的学习 主委成廖案指出 这一次除了捐赠伯旦节 共品物资 也特别添购在地出产的 瑞穗优米五千斤 捐赠给文件站 以及老人关怀站 尽点绵薄之力 好好照顾乡内的长者 希望他们都能有健康的身体 来对抗这波疫情 记者时玉兰对岁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项目标报道